虽然最后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六国,但是这离不开秦国历代君王的贡献,正因为有了他们开疆拓土,历经图治,变法改革,秦国才逐渐强大了起来,最后到秦始皇嬴政这一代人才能一统天下。 可以说,秦国历代君王为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秦朝历史上最厉害的三位君主,没有他们的努力,秦始皇根本不可能统一天下。 首先便是秦始皇嬴政统,秦始皇登王位时才二十一岁,他接手秦国时可谓秦国存亡之秋,当时的秦国是内忧外患。 秦国内部矛盾突出,动荡不安国力衰退,外部势力卫国趁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。 此时他明白秦国威业,现在颇在眉睫的,是要变法改革完善制度,招纳天下闲事,发展农业,发展经济,加强军事实力。 其中,商样变法对秦国的影响非常大,商样变法后,秦国开始强大了起来。 变法图强,变法后,秦国的综合实力增强,秦国不仅打败了韩国,而且还击败魏国,收回了河西市地。 从此,秦国开始强大,其他六国都对秦国刮目相看,其次是秦桧文王赢死。 秦桧文王继位后,任贤用能,针拔人才,他加大中央集权,巩固王权,不断开疆拓图。 而且,为了把权力集中,不得不清除障碍,商样就是他最大的威胁,所以不得不车列商样。 此外,其在和六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,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与谋略,很多次逆转威势,多次被其他几个国家围攻时,都被他成功化解。 秦桧文王赢死的文才谋略,知人善用,遇人之术非常厉害,处处透露出王者风范。 最后便是秦桧相王赢继,秦桧相王继位后,采取远交进攻和禁交远攻策略,他一步一步参食六国,慢慢开疆拓图。 他不仅使秦国在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而且经济,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,不断改革创新,使得秦国成为当时综合实力最强悍的国家。 秦桧相王的这些表现早已暴露出秦国想要一统六国的野心。 他所做的一切,也就是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。 因此,秦孝公赢取良,秦桧文王赢死,秦昭相王赢继,这三代君王,绝对是秦国历代君王中最厉害的三位。 而秦国也在他们三位执政中,综合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,国土面积逐渐扩大。 此外,秦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,农业,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,秦国从此越来越强大, 将山东六国远远抛在身后,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历经图治, 为秦国后续的强大和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